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夫 职兄 阿豪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名言?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意思是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连国王都不可以乱入 你想肯丰满 不过现实就很难说了 瘟仔监位于大厦后行 经营近50年的一家市多 今年2月获法庭判逆权侵占胜数 老板得以继续原子经营 只可惜好景不尝 市多最近突然租一批工人强行拆卸 店内物品被清空到另一地点 正如老板娘陈太所说 如果真的有围例建筑 他们一定会在限期内清拆 但现在由其他人越左大袍 令人难以接受 又形容是强盗行为的说 未知对方还要求他们自行清酒被工人搬走的物品 否则要收创造 面对将近半个世纪的心血 随时毁于一旦 陈生现在唯一的盼望是 可以在东夫的仗义相助下 拿回近半个世纪属于两代型的物品 因为当中附带着珍贵的回忆 到底苦主有什么冤屈 事不宜迟 东夫 即營 东方日报上月曾报道过 在湾仔昏维街的大厦后巷 经营市多近50年的市民陈生 今年2月获判逆权侵占胜数 并在6月初收到屋宇处斑林子 上旨又为例搭建物 6月10日 市多突然遭到旁边的金钟大厦法团 强行拆除并且搬走财物 事后陈先生更被通知 如果未能在指定日期内搬走物品 就会被收取仓租 近日陈先生一家向东夫求助 对被指擅自进行强拆 感到无奈和气愤之余 希望在东夫的出面下 拿回艰苦经营近半世纪 属于两代人的物品 里面的物品都是垃圾 全部的铁杂 反正里面的物品 我想多数都不可以用 拆了我的物品 还要给我拿回清策费 你是不是真的很过分呢 我现在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说的 唯一靠你们帮忙 就是说给社会 拿回物品的当日 金钟法团和警方都有到场 陈先生夫妇情绪激动 他们也向东夫透露了更多 事多被人强拆的细节 6月7日收到屋女处的信 挂在我铁杂那里 她出的信是7日 我8日才回到店铺 打算去等我假期结束了 我才跟我的律师说 怎样跟屋女处申请上诉的东西 如果不对 我们可以做到对为止 如果哪些为例 我们可以拆掉它 根据屋女处颁布的命令 陈先生需要在出信时间 在60日内完成清策工程 而陈先生收信未够3天 就收到士多静租拆除的消息 清策理由是什么呢 关于这封清策令的归属问题 我们向屋女处求证 柱方回应指 曾在2023年根据建筑物条例 向金钟大厦的业主立案法团发出过清策令 但是得知逆权侵占性诉后 已经撤销向法团发出的清策令 改向逆权管友人陈先生发信 如果逆权侵占性诉了一个时间条例 那原本的业主已经失去战用权了 当然在田土厅上 那个原本的业主还在 不过就不可以再有管用或者使用的地方的权利了 权利就掉进去逆权侵占者那里 千杀令一般都是给业主 因为他不知道你谁住在那里 那如果 例如房租给人或者给人霸占 那业主就有责任去法律的方法 在法院去告那些住在那里的人 所以就责任对于屋女处 甚至乎其他地政署 这些机构都是告过业主 金钟大厦立案法团曾经声称 由于士多严重阻塞走火和逃生通道 所以根据屋宇处6月7日颁布的命令进行清策 但对于陈先生的指控 清策令的受信人是他本人 而非大厦法团 因此对方无权擅自进入士多范围 立案法团回复东夫 对这件事没有进一步回应 陈先生夫妇当日有报警 他们也对执法人员的处理方法 非常不满 我们什么都拿给他看 还有当时6月7日 挂在我们铁宅那封信 是给我们的 不是给你们 你们是无权做那件事 警方当时都一意孤行 都说给这件事继续进行 我所以觉得很不满 当时他的处理方法 一点都不公平公正 不可以说听一边的东西 就处理这么大件事 整间我都给人拆掉 对于陈生陈太的指控 警方回应指 当日警员到场后作初步调查 相信清拆者持有合法清拆命令 进行潜见物的清拆工程 不过陈先生就表示怀疑 因为他事后翻查CCTV 发现曾经有人拿下铁杂上的信件再放回 高院判了我们 疫情侵犯是成功了的 对方现在是上诉着的 我们都是等着上诉那个过程 高院判了暂时我们 你们为何等待的时间 会做出这些网顾法庭判令的事 我都不知为何 由很小过 七四年开始 我又在这做事 小小过就没有计算了 我们七四年有这个士多 已经到现在 都成五十年都有 应该是 对于陈先生来说 士多一招被拆 除了金钱损失 也是对心理的巨大打击 希望他们早日尋回公道 广告分离继续和大家东夫 即应 来到为见 要逆转时光 我有金字NMN万八 NMN补充剂 提升NAD Plus 激活抗衰老因子 抗衰疫力 年轻keep得到 逆转时光 我有来到为见 继续东夫 即应 说起逆权侵占 有人就广告 内地旅客潮兴特种兵 穷游香港 部分人更加连露宿街头 都在所不惜 实行以大地为恶蜀 不知又算不算 另类逆权侵占呢 最近就有网友 贴出怀疑内地客 无据三十几度高温 夜晚在侧如冲公园 植地二岁的照片 有人笑称 这些只是名夫 其实无处不旅游的深度游 有议员早前关注 当局如何处理一众老宿者问题 又批评老宿者 影响市容 今次他就躺着中枪 不少网友呼吁他老哥找数 处理问题 到底是影响市容 还是独特警官呢 就见仁见智了 但入夜后的香港 处处都有游客扯起帐篷 你说到底是酒店不够舒服 还是清洁香港做得太好 随便一条街都令到旅客 宾至于归 照样看 想中这几位肯定是高质旅客 既有光顺振振兴 振兴本港零售业 又非常贴心地 不阻止食肆回台 都算不说得了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又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新数 记得致电我们爆料热线3600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中呼 直认 拜拜 拜拜